所以我想喔 这个乙温这几年应该在服装界嘛 对不对 你都是很少在台湾了 对不对 比较少 所以这次回来 我相信你的感受会更深刻 所以今天一定要听一首 这首歌 我相信大家知道乙温的歌非常好 然后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但这首歌曲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是他第一次录唱片的歌 就献给大学城 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参加大学城的比赛 对 那我觉得那时候很多大学城 都非常向往参加这个比赛 我们讲的是大学城节目的歌唱比赛 那有谁看过我去参加比赛 有吗 现场有吗 有吗 那还好 因为我第一次参加就 马上就输了 因为我这种声音 每次评审都非常不喜欢 他喜欢像佩晨这种 很清亮 然后很高亢的声音 可是我第一次来比赛的时候 也输了耶 我去比赛的时候 那时候衛冕者 就是前面那个林佳蓉跟许淑卷 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对 好 那么今天赶快再把这首歌 原因重现 我相信大家听了之后 这一声又减少了一份遗憾 OK 好 带来这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也是我发声的第一首歌 《陈锋已久而回忆》 掌声欢迎范怡文 我不知道你是谁 唱歌的男孩 我不知道你是谁 唱歌的男孩 只是在这样的一个午后 却好像一首诗三声三诗 我不知道你是谁 长得你难看 也许在这样的一个午后 我知道窗外有热情的太阳 我不愿打开心里的门窗 只因为那是尘封依旧的回忆 请快些离开 我不愿重来 只因为那是尘封依旧的回忆 Zither Harp 我不知道你是谁 长得你难看 只是在这样的一个午后 却好像一首诗三声三诗 我不愿打开心里的回忆 也许在这样的一个午后 我知道窗外有热情的太阳 我不愿打开心里的门窗 只因为那是尘封依旧的回忆 请快些离开 我不愿重来 只因为那是尘封依旧的回忆 谢谢 谢谢 谢谢范怡文